那早安 今天我今天来聚焦在美国国会的这个参众两院 在13-14号是表决通过了2024年的国防授权法 那么高达8863亿美元的这个预算呢 包括了对军人加薪 应对中国大陆的竞争 军援乌克兰还有支持澳英美的安全伙伴关系协议 最后一点呢 则是协助台湾强化自我防卫能力的一个计划 而在两院通过之后呢 现在下一步就是要送交白宫 由美国总统拜登呢 他来正式的才会签署生效 那么针对支持AUKUS这个法案呢 是为了要让美英在未来 他们是可以协助澳洲来发展潜舰的舰队 简化他们的造舰技术 还有共享一些信息等 并且呢 是要求国会大厦和国务院要任命AUKUS的资深协调员 这个未来呢 他们就会有一个权利是可以优先处理 有关AUKUS设计的一个武器出口 不过呢 这就不包括了对台湾还有乌克兰的出口名单 那么针对印太地区的国防投资 法案将会投入147亿美元建立一个太平洋竞争计划 这个就可以让美军是增加行动频率还有规模 为的目的呢 就是要嚇阻中国大陆 而这笔预算呢 是达到了13亿的美元 另外呢 聚焦在台湾部分是在强化美台双边之间的关系 当中就包括了要捐受交付进度 还有分析北京之后呢 侵台的一个可能性 那么第三点则是经济的制裁 但如果真的 北京呢 侵台之后呢 美方他们要如何的经济制裁计划 那么与其同时 美国的国防安全合作署 今天也宣布了新一波的对台军售 那么这个军售台湾呢 就包括了战术链的指挥系统 以完善台湾的训案系统 将会出售支援 指挥 控制 通讯 电脑等相关设备 预计呢 这个总额是美金3亿元 折合台币是约94亿 就是要来强化台湾的自我防卫能力 那么针对这一项军售将会有26名的美国政府人员 和83名的承包商的代表 未来呢 就会前往台湾 就是要来提供工程技术 还有一些军员评估 那么看到这一项新的这个对台军员计划呢 其实已经是拜登政府今年以来的第五笔的捐售案 那其实呢 台湾日前买的鱼叉飞弹 到现在其实美方都还没有交货 那面对呢 这个不断的军员 但是对台的捐售还是延迟的一个状况 刚刚提到呢 第一个美国的国防授权法案中 法案也要求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丁 他们要在未来四年内 每180天就要向国会来报告 军员台湾的一个速度 需要呢 他们要给出一个时间表 并且是管理延迟超过三个月的预算 不过呢 这个时间点就在我国的总统大选 到15一个月之际 时间点也是格外的引发联想 对此 美国驻中国的北京大使伯恩斯 15号的时候 他在华府的一场论坛上 他就表示 美国现在对台的政策呢 他再次的强调是并没有改变 但是如果面临即将到来的这个台湾选举 美国是强烈的希望选举不会受到任何的干扰 更不会介入选举 obviously the American position in Taiwan is clear President Biden said at his press conference in California that our policy hasn't changed and he said the policy of all American presidents going back a half century it's not changed and as we look ahead to January 13th to the Taiwan elections our strong expectation and hope is that those elections be free of intimidation or coercion or interference from all sides the United States is not involved and will not be involved 那美方一系列恐怕呢 是会引发北京政府的反弹 面对现在美中可能会出现的分歧 所造成的后续影响 美国财政部长叶伦就表示 华府2024年美中经济关系的一个关键目标 就是要透过长久的沟通 来管理双边的一个分歧 持续的管理和中国大陆 普及挑战的一个经济关系 来防止双方会误解会扩大 或是呢最后会导致伤害 那么他也说他计划 明年二度的访中 来寻求深化合作 对此时事评论员 对于叶伦他的二度访问中国 也表达看法 我会把它理解为是来求教的 倒不认为他有什么定见 我不认为他有 可是明年有一些问题 确实中美要一起合作 不然会有问题的啦 比如说通货膨胀 你怎么知道不会再起 或者是这个 这个中国这个 因为他经济复苏缓慢嘛 那比如说他可能要问中国 说你明年好像还是定在5个% 他如何做到 大概是这一类的啦 因为他也搞不清楚 因为习近平还是在那个 经济工作会议定下5%嘛 这个目标其实算是勇敢啦 因为明年经济可能比今年更 更麻烦一点 就是现在多数的预测是如此 对啊 要理定5%嘛 那如何做到 我觉得大概是属于这一类的 你意思是说叶伦是要到北京去 求教 求教 因为讯息 讯息真的不明朗 我也不知道啊 比如说5% 那策略是如何做到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美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赏